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強盜案專案消毒 很厲害 完全沒有睡覺 在二四四小時內 就把嫌犯逮捕到外 指名 來幫忙控制 請大家再去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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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查獲第一名嫌犯的時候 彭信嫌犯 我就跟警政署陳嘉勳署長報告 陳嘉勳署長聽到這個名字 馬上打電話給我 他說這個人他抓過 是一個蒙面強盜集團 再聽到第二個 陳信嫌亂 他說他叫做特種 他說這個人被他抓過兩次 被他抓入 入監之後 吃這些 舊衣又越獄逃亡 陳嘉勳署長 再把他抓回來 他要我再三提醒 專案的同仁 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犯罪集團 非常狡猾 死不承認 絕對不透露張管祈福 是有計畫非常周向 會有槍支 因為長期被關在監獄 光怕人 所以我們去警察逮捕的時候 會去 會拚命 所以再三再三提醒專案小組的同仁 要注意安全 尤其在花蓮火車站 要發動 圍捕的時候 打了很多次的電話 再三要求 專案小組要注意本身的安全 也要注意在場旅客的安全 到今天 早上凌晨 我們把帳戶 金子取出來 金別醫檢 檢察長 署長 他們才安心下來 這個案件 高雄市警察局 鐵路警察局 跟我們專案小組 尤其高雄鐵路 都幫了關鍵的忙 讓這個案子才能順利逮捕嫌犯 所以整個治安團隊的共同合作的效能 是這次成功的關鍵原因 本案的本局的 相關的專案小組 我看到了非常的認真 非常的專業 讓我很感動 相信警察 台灣的警察 一定會把壞人 統統抓起來 這個弦犯被我們抓到的時候 關鍵小組跟我說 他要加金子 那署長說 我抓過他 我記得弦犯跟我說 第一次把我扣頭抓著 就是加金子 然後我的 我是想說 因為他們非常的狡猾 什麼都不承認 什麼都不交代 然後我就想要他 要真的要 要知道說 大勢已去 不要再頑抗 我們專案小組 會把所有的證據 都找出來